我叫唐玉,我老公叫王军 我们两个人是在一家工厂里打工认识的 由于我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家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弟弟 所以我的父母很早就不让我上学了 父母两个人也是拼了老命的挣钱 供养三个弟弟上学 而我下学后自己选择了跑去外地打工 一方面可以自己学到更多的东西 另一方面就是为了给父母分担经济压力 就这样时间过了五年 我的三个弟弟也陆续长大了 他们也都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 这也让我的父母都松了一口气 而且我的弟弟们也非常有出息 每次都能获得学校的奖学金 而且每个周六周日都会出去做兼职赚零花钱 每个寒暑假也都会在家里帮父母务农喂猪等等 所以外人每次提到我们家都很羡慕我的爸妈 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爸妈的孩子又有出息 还懂事 在外地打工的五年时间里 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王军 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 他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不好 原因是因为他有纹身 而且还抽烟 给人一种坏坏的感觉 但他的长相和身材都不错 是我理想中的 后来还是一次工厂举办聚会 我和他才有了接触 那天聚会上很有气氛 而且非常热闹 所以我喝的也比较多 聚会快结束的时候 他跑过来向我敬了一杯酒 并且问我要了联系方式 想和我做朋友 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可是自己却迷迷糊糊的 就把我的手机号码给他 而我还没等到聚会结束 就已经睡在了桌子上 不省人事 第二天我酒醒后头非常难受 我发现我床旁边有一杯绿茶 我有点懵了 我不知道这个是谁给我的 后来问问同宿舍的人才知道 原来是王军给我泡的 并且还在我床边照顾了我好几个小时 自己才回宿舍睡觉 那一次过后 我对他有了好感 他有了我的联系方式后 也经常给我发短信 问候我的一些日常生活 慢慢的我们就在一起了 我们两个谈了一年多的恋爱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结婚了 可是婚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可能男人得到了就不想要了吧 婚后他对我总是爱搭不理 每次我和他说话他也都非常的不耐烦 而且手机也从不让我看 我很是郁闷 后来我是通过同事的微信 看到他在微信朋友圈 经常发他和他前女友的照片 并且每张照片都带着很伤感的话 让我非常气愤 当时就跑到他上班的地方质问他 可是他却一脸不以为然的说道 我只是发着玩玩你想多了 可我觉得他明明就是在敷衍我 当场扇了他一巴掌跑了出来 而那天竟然连追都没追我 那天过后我彻底死心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就离婚了 离婚后我还特意花钱雇了一个男人 和他抱在一起拍了张照片 发在了朋友圈 我这么做就是想出口恶气